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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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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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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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菲 上司不是想合作没合作成吗 咱们这次就聊一聊 争取合作一下 对对对 您看我是田林医院的负责人 您有什么事 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聊 对 田林医院负责人 我认识你 合作 对 你在说什么合作 我怎么听不懂 那个 菲老板 您之前不是说 有一批得了细小的狗吗 对 上次你跟程亦凡聊 没聊妥 我去跟她说 让她给咱开这个假的花园单 咱们骗客户 该怎么分钱怎么分钱 说什么呢 什么细小啊 我们丁丁犬舍的狗剑扛着呢 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啊 老菲 你这样 你老爷们说的话怎么不算话呀 行了吧 你们田林医院那点破事 我在网上早看见了 我是一个正经的商人 别想拖我下水 有别的事吗 那我给我出去 不是 老菲 出去 要不然我放狗摇你们信不信 出去 行行 出去 出去 走走走 下回见 下回见 真是改日啊 走走走 这 小蒙我 还嫩着点呢 怎么了 卡洛 是不是今儿被那女人给吓着了 没关系 有我在 谁也抢不走你 你怎么那么臭啊 洗个澡好不好 卡洛 过来 好 带你洗澡 走 过来 卡洛 来 卡洛 好宝贝 来 过来 洗澡洗澡啊 好乖 来 坐 坐下 卡洛 真乖 我告诉你啊 一会儿我绝对把你洗个香喉喉 你等着啊 哪儿都不许去 你可别自己跳进去啊 不许动 必须等我回来啊 乖 谁啊 刚下飞机 别找了啊 田田不在这儿 你怎么找我要找他啊 心虚吗 我心虚什么呀 我有一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 高卓是谁 你怎么知道的 你祭拜他的时候 是不是带上田医生了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 回答我 那天我给你送东西 和你设置了未知共享 你怎么连这种事儿都能做得出来呢 你怎么连这种事儿都能做得出来呢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很过分吗 你是不是疯了 这个秘密你瞒了我十多年 却可以分享给一个认识不到三个月的女人 是我过分吗 你每次去那里 是不是都是祭奠堂 你触碰到我的底线了 底线 底线 沈蜜 自从十八岁生日之后 你就开始故意疏远我冷淡 我这之后的每一天 你都踩在我的底线上 我一直都想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回去休息吧 我一直都想知道我 沈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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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做错 都是我的错 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 这样说听明白了吗 对不起 你走吧 你的梦 说说你和寒蜜男的事吧 你想提什么 就说说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吧 一月十号 行啊 就这么清楚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我就在想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小女孩 而且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在一起 真好 好 要回去之后 一定要介绍我们俩很认识的事 那当然了 来 吃个虾 想什么呢 赶紧吃吧 都快凉了 咱给你来块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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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bisa 嗯 嗯 感谢观看 看什么呢 做贼啊你 不是 现在外边吵成这样 每天紧紧出书都走后门 跟做贼似的 我们怕什么 行的端坐的真的 不是怕 我是担心 我担心舆论被这些围观群众给带跑偏了 真是 举姐上一篇公众号出了之后啊 我们群里一大帮预员都被带跑偏的 好几个退卡的 还有一大堆在那要观望观望的 田田那边有消息吗 能有啥消息啊 昨天晚上她跟沈澄去了趟丁丁泉说 想套套那个费老板的话 他和人家老奸巨话 滴水不漏 一句话都透不出来 这个老家伙 就没有办法治他了 能有什么招呀 田田他们这小年轻的 这能逗逗过他们吗 不 我姐赢了 她外表就跟沈澄出去了呗 都这姐姑娘她还有心情出去吗 你懂得带头鬼啊 那不是想办法去了吗 是这个啊 嗯 菊姐 菊姐 菊姐您能开一下门吗 我们当面跟您解释一下 要解释就让沈澄来 让她跟我道歉 并且在所有的媒体上公开她的道歉信 沈总 菊姐这样 那个我是沈秘的新弟弟 我带她向您道歉 咱先骗她一下 好 你看看 好 你看看 好 你看看 一群骗子 绿川根本就没有沈臣 依我看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沈蜜出面道歉 搞什么一个大偷窥 这就是让绿川知道了 是因为我们医院影响到他们的声誉了 你猜 他会不会让沈蜜撤资 我真的是 辛辛苦苦四十年一直要回到解饭间 你好 需要点什么 这个质量买好的 老板 我这个 菊姐 我们找过丁丁犬舍的废老板了 他想撇清关系 所以打死也不认这个事儿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我们是真的没有爱相操作 对呀 你就把门开开 让我们进去 我们坐下 喝点茶边喝边聊 行不行 你这样的话把事情搞这么大 你也表不到什么利益 我们也没什么好处 你非得闹得满城风雨的干什么呀 这事儿怎么这么多啊 是吧 我不得坐电梯啊 五层啊 大哥 你们跟我进来干什么 跟着你啊 不用你跟着啊 我去地下车库取车 取车 干吗 我不想有车的 摸的车不是车 别别别 我们取完车马上就走 行 那就相信你一会儿 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如果你们敢回来 我们就立马报警 你还在这儿等着 你不就在这儿上班吗 你在这儿等着 我警告你俩啊 再回来我们就报警抓人了 我告诉你 要不是刚才你完着 我非抽他们俩啊 就嘴上能说 嘴上厉害就不错了 就剩六个小时了 这都十二点了 那怎么办 那还剩六个小时呢 来得及 来得及 路都没有来得及 非啊 那沈蜜在他肯定会说 来得及有办法 他要是有办法 我就把他 四个轮胎 四个轮子吃了 轮子来了 你怎么一会儿不饭啊 天天开个小饭盒啊 我们俩被菊姐赶出来了 还剩六个小时了 怎么办 还剩六个小时不还有时间吗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他就输了 行了 别闹了 这个文章呢 是菊姐三年前发布到公众号上的 我昨天找了一晚上才找到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 这只蜜蜜呢叫贝贝 和费老板卖给菊姐的那只 不管是从体型 花色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菊姐把对以前那只蜜蜜所有的思念 全部都寄托在了这只贝贝的身上 所以 贝贝三年前已经死了 她花了三年的时间找了一个替代片 她不希望她出任何问题 所以她从主观上呢 完全屏蔽了陈大夫的提醒 这也就是 确认偏误 没错 你偏什么误 这不蜜蜜嘛 那怎么办 你就直接说啊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我们就是要照着这张图 找一只一模一样的贝贝 一模一样的 骑着你小摩托慢点啊 你开着你的小棍枯小棺材盒慢点 甜蜜的你 由特伦苏冠名播出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 老板 那边有一只好像得狗瘟了 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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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药呗咋办 这点事还用我教你嘛 这点事还用我教你嘛 对了 然后赶紧挂在网上的 我拿个车尽快处理了啊 快 好 对了 去把那大门给我锁上 好 你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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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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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俩说啊 这两天风生紧 说话办事 谨慎点 千万别像 昨天来的那两个人说的 别人把十八给套了啊 好 好 好 去去去去 干嘛 这是谁啊 这 这 这不是 老菲 老板 废老板 这大白天呐关什么门啊 干嘛呢 陈一帆 你也是来套话的 看你说的 陈一帆 我告诉你啊 这交情归交情 生意可是生意啊 你们田林医院那点事 跟我们叮叮全社 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你别闹了 谁跟你有交情 陈一帆 陈一带有庇佣 扔给法官 法官也不认呢 真的啊 你不是来套话的 那你是来干啥 行啦 干嘛干嘛说啊 我是来套你 哎 陈一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干 干什么呀 干 干什么呀 干什么啊 跟我去见菊姐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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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姐 陈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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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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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啊 那见什么菊姐呀 这样 你说和说我多少钱都给你 行不行 我不要钱 那 那 我要的是真相 什么真相啊 对的 来人哪 陈一席是商人 走开 走开 先生 你要买什么狗啊 我 我看一下 哎 找到了 太好了 咱们过去要多久啊 我现在看导航大概 六点半左右 怎么这么久啊 没办法 高峰期堵车 这是常识 你都不知道吗 堵车 我有办法 沈臣同志 组织交给你一项 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无论如何 一定要在八点前赶到菊姐家 并阻止她把文章发出去 谁啊 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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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两天没买东西 你搞错了吧 那这我不管 我只负责送啊 什么东西啊 您好 您的快递 赵菊是吧 给我呀 怎么回事 给你给你给你 喂 菊姐 怎么还是你啊 是我 你这是一而在 再而三的骚扰 是不是想跟你好好商量商量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 信 你等着跟警察商量 别报警了 那好好说 你别以为我不敢 没得商量了呗 没有什么可跟你商量 行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还我电脑 你 喂 喂 你还我电脑 我 你还我电脑 还给我 我看 你真是不想喝了 菊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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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 打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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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 你笑 笑什么奶奶 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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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抢菊姐 不是你给你给你 松手啊 松手啊 你就别抢 菊姐 就十分钟了 十分钟了 就十分钟了 走 贝贝 贝 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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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受得呗呗 妈妈想死你了 想死你了 妈妈想死你了 妈妈的宝贝 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 好 贝贝 电脑 你快点还给菊姐 早点来啊大哥 再晚点我就量透了 时间太仓促了 等到妈发工资 就给你换个新窝啊 这段时间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她也是贝贝 本来上上个月啊 那时候我刚到福城 一个对于我来说 特别陌生的城市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我还记得 我租的第一套房子 是离单位很远的地方 那天 我就是家 单位 单位 家 两点一线 那时候特别迷茫 我甚至觉得 人生都没了方向 知道我有了贝贝 我有了贝贝之后 我觉得我的人生 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 帅 把你创业了 就知道你会支持我 来 亲一个 我记得 拍完这段视频的第二天 妈咪给你信 我就勇敢地辞职了 不许有意见啊 做了一个自媒体人 那还得点 是贝贝陪着我 走过了那些 不对人理解 嘲讽 迷茫的日子 怎么样 给个肯定的眼神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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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你啊 得到了没有 大小姐 我们东西都弄好了 真是谢谢你们了 好 那我们先走了 好啊 下次再麻烦你们 好 你喜不喜欢咱们的新家 嗯 好 宝贝 你吃饭了 宝贝 走呢 谢谢你们 我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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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但就一通我沙发 我走过了我 倾诉的青春 严密的爱情 失败的婚姻 还有我温暖的家人 从我十九岁到三十四岁 整整十五年 五千多个日日夜夜 是贝贝陪着我 支持着我 谢谢 我真的要谢谢你们 又帮我找回了贝贝 或许时光不算闷窗 居姐 那你那文章不发了 我一定不发了 居姐 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写一篇澄清文 就是解释一下之前的事 因为之前那个文章 对我们医院的确影响还挺大的 不好意思 喂 对我是斯坦元502 什么 两个绑在一起的男人找我 陈大夫 陈大夫 我都来了 你给我松开吧 闭嘴 你等着吧你 来了来了 你还不就丢人吗 你觉得丢人 居姐 居姐 陈大夫 老传怎么回事 怎么怎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是我朋友我朋友来的 说 说说说说 菊姐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狗出窝的时候确实染病了 我也是因为一时才悲心窍 我下次不敢了 年轻大人有大量 有什么气就趁我一个人来 行不行 我错了 接着说呀 陈大夫高峰两劫 两袖清风 医者人心 幼子服装 齐子回城 说人话 是是是 菊姐 陈大夫 真的没有跟我狼狼为奸 我给他送礼的时候 确实义正言辞地回绝了我 这事 确实跟陈大夫 没有一点关系 陈大夫 是误会 你原谅我 误会 菊姐 因为你 给我们庭林造成损失 怎么弥补我 你这个道歉我不接手 不接手 老陈你少说两句 行 我大人不计小人做 老陈 我就想知道 你这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这招 怎么想出来 我 正多着呢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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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哥 那我这事 你是不是可以给我解开了 怎么解啊 解得用钥匙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说我来 只要我说了实话 就给我解开吗 我钥匙扔了 扔 扔 扔哪儿了扔了 扔你全事了 那 那这怎么办啊这个 不能不能生一辈子吗 这个你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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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 但是对于天灵来说呢 还是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不过还好 菊姐已经答应给我们写程清伦了 菊姐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有什么启发吗 有 说说 首先我呢 通过这件事情 看到了我们田林 全体同仁 空前团结 一致对外 齐心协力 面对危机 共同解决 尤其那个老陈呢 他用自己的睿智和坚韧 什么问题 停停停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一旦群龙无首的话 他们面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还有反应速度都不够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在第一时间 本来可以把它处理得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的后患 但是呢 他们总是会错过最佳的时机 所以啊 我们得需要你这个龙手呀 是吧 卡洛 但是我没有办法永远陪着你们成长 怎么了 我就是听你刚才这么说 突然觉得 有一点难过 也想到了菊姐和贝贝 还有我跟宅宅 宅宅 你还记得吧 你养的第一只宠物 猫和狗 寿命也就十几年 不会一辈子陪着人 他们的生命那么短暂 所以带给我们快乐的同时 这快乐有多大 离开的时候 留给人的悲伤就有多大 你的父亲也好 我的爷爷也好 他们最初选择了 宠物医疗行业的时候 应该就是这么想了吧 用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保护别人的快乐 把每一天都变得更好 你目光从没有繁杂 你目光从没有繁杂 只勾掌我一人装下 我千百次被你融化 却不知如何表达 却不知如何表达 我只能抱紧你啊 如今你还在我身方 一通穿梭时间熄绕 总会有一天 总会有一天 我要被整个世界 彻底遗忘 不留其想 只有你还记得 我模样 想要留好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